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以往都是剑拔弩张 充斥着各种挑起族群对立言论的巫统大会 在共组团结政府之后 也逐渐变了调 今天巫统主席阿摩扎西 在发表政策言词时说 他就呼吁巫统上下 不要再玩弄马来人的情绪 他说自去年11月24号 组织团结政府之后 凡是涉及伊斯兰教 马来人或者土著权益的问题 都不曾受到盟党的挑战 因此他希望未来大家都能够和睦共处 不要再出现任何伤害彼此的言论 阿摩扎西也希望 随着巫统加入团结政府之后 彼此的互惠关系 可以消除盟党之间的猜疑 因此他希望盟友 不要再挑衅马来人的感受 而巫统党员也应该要避免 引起盟党不安的言行 接着同样身为副首相的阿摩扎西 也在大会上承诺 巫统会继续捍卫团结政府 他说很多的传言指 有人策划要在下个月 或者八月份来推翻政府 但是巫统已经决定 会与国阵和总共19个盟党 全力捍卫联邦政府的政权 直到第十六届全国大选 副首相兼武统主席阿摩扎西重申 会继续捍卫团结政府到第十六届全国大选 并表示在全球政治的演变过程当中 许多国家都以联合政府的形态 组织多党政府 尽管这些政党原本无法合作 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最终还是走在了一起 阿摩扎西也有提到 在来临的周选 巫统在马来人口为主的吉兰丹 邓家楼和吉打 肩负的重要的责任 同时他也把炮口对准国盟 暗指对方只会利用宗教来巩固支持 但却连提供清洁的水源 这种基本需求都做不好 阿摩扎西也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国盟 只马来人和伊斯兰教对他们来说 只是政治喜马宗所使用的面具而已 同时也是会根据情况来变换自己肤色的政治变色龙 而相反的 巫统不会为了政治合作而削弱穆斯林 马来人和土著的地位 马来人和土著的地位